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三百九十二集 张大胖心神颤抖 他从来没见过眼前这个 在他心目中奄然是死地一霸的家伙 如此亲切的与自己说话 在他的眼里 对方可以说是在这片区域里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不但是成一弟子 更是一个修真家族的族长 据说其族内曾经还出过一个园英修士 虽这园英老祖早就云落 可在当年那段日子的福泽下 这修真家族于西城这小片区域里依旧还是在普通修士看去 仿如是庞然大悟 他这里当然自信满满来此练灵 可却连续失败多次 更是将对方的一件很不错的法宝直接练废 被对方一怒之下直接关押在了此地 这一晃大半年时间 张大胖都快要疯了 他每天除了练灵就是练灵 吃也吃不饱 好几次若非是他求生之意强烈 怕是早就不是饿死 就是累死了 对于这修真家族的族长 他已经本能的恐惧 听到对方说出自己的名字 张大胖哆嗦的更厉害了 可心中却有一股悲愤在这一刻莫名的爆发出来 他死死的盯着眼前这个修真家族的族长 如果目光可以杀人 他现在一定将对方狠狠的报答 你 道友 你到底是不是张大海啊 这修真家族的族长内心焦急 他可不敢去弄出什么灭口的事情 以青龙会的庞大 此事必定可以调查出来 一旦到了那个时候 他的下场一定凄惨无比 甚至会连累整个家族 我就是张大海 张大海怒吼了一声 听到张大胖的回答 这小修真家族的族长头皮都要炸了 身体哆嗦 双眼收缩 呼吸急促 这么一副表情 立刻让张大胖这里好不容易生起的气势也都弱了下来 内心悲愤中 正要开口时 却见那小家族的族长突然直奔一旁 被这一幕完全蒙住的家奴而去 狗奴才 老夫当初是怎么交代的 这是我家贵客 最尊贵的客人 让你一定好好伺候 可你这奴才竟然如此害我 这修真家族的族长怒吼了一声 直接上前 右手抬起狠狠一挥 轰鸣间 一股大力卷着那家奴直接扔到了远处 这残叫声传出时 这家奴是鲜血喷处 他不知道自己的主子为何转变如此之大 正要求饶时 这修真家族的族长大吼了一声 来人 将此人给我废去修为 扔入地牢 说完 这修真家族的族长赶紧上前扶起张大胖 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 一脸的愧疚 张兄啊 此事是我的错 这家奴的生死 你一言可定 这段日子让张兄受苦了 这族长说着 还亲自为张大胖拍去身上的灰尘 一路扶着茫然的张大胖 直奔大厅而去 给我准备最好的灵石 最好的穷江 我要为我张兄赔罪 很快的 这修真家族的族人都忙碌起来 一个个都摸不清头脑 可却不敢质疑 用最快的速度筹备了一桌子灵石 在饭桌上 这修真家族的族长小心翼翼的伺候着 甚至还叫来了族女陪在张大胖身边 张大胖更为茫然 这一切变化太快 他从来没见过对方如此殷勤 想不出原因所在 不由得越发心惊 可他看了眼桌子上的灵石后 索性很狠咬牙 不管之后有什么变化等着他 他这一刻都不去想了 疯狂的大口吃了起来 那小修真家族的族长 陪在一旁 心底也是在颤抖 脸上挤出笑容 还不断的围张大胖夹菜 更对一边几个容颜秀美的族女识颜色 这些女子费解 可还是要么围张大胖轻抚后背 舒畅长尾 要么就是不时的倒酒 软声细语 这一幕 让张大胖更紧张了 但却咬牙琢磨着豁出去了 一个时辰后 酒足饭饱 张大胖深吸口气 狠狠的一拍桌子 怒视眼前这小家族的族长 说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张小 那个之前的确是我的错 还请你不要介意呀 这小家族的族长苦涩的开口 连连抱拳后 看了眼张大胖身边的这几个族女 忽然的一咬牙 如张兄不嫌弃 这几个我家族的族女还请张兄收下 那几个女子一听 顿时倒吸口气 一个个交集正要开口时 被族长严厉的瞪了过去 纷纷的内心一惊 张大胖也都惊呆了 他此刻不但紧张 更是彷徨起来 你 你到底要干嘛呀 张兄 青龙会的魁首正在全城的找你 被张大胖逼问 这小家族的族长深吸口气 不敢隐瞒 赶紧说出了答案 青龙会 张大胖愣住了 他当初被关在这里时 青龙会才刚刚有崛起之意 很多人并不知晓 张大胖更是对着青龙会陌生 小家族的族长始终盯着张大胖的神情 此刻连忙在一旁解释 告诉了张大胖 这大半年来青龙会的辉煌后 张大胖身体更为的颤揉 这么一个大人物 找我 张大胖拿起酒壶狠狠地喝下一大口后 内心依旧是无法平静 于眼前这小家族的族长 两个人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很快的 外面天色已是黄昏 在那族长的再三陪礼下 张大胖一咬牙 与对方一起走出了家族 直奔北城而去 要去见见 那在空城内 如今可以说是绝顶人物的青龙魁首 一路上随着走去 张大胖听到四周不少路上都在讨论青龙会 慢慢的心中越发紧张 直至明月高挂时 他与那家族组长终于到了北城 看到了在前方 一处占地足有万丈范围的 惊人的高阁洞府 门前十八尊巨大的石人 威武霸气 四周还有大量修士守护 内部更是灯火通明 一拍拍看起来就很是不俗的修士 正四下巡逻 而在这洞府四周 更有阵法之盲闪耀 天空上 还有一条巨大的竖法形成的青龙之影 正在盘旋 徐徐如真 让所有看到之人都会触目惊心 这 这里 就是青龙会啊 张大胖身体发抖 不确定的看向身边的修真家族的组长 这小组长 虽然不是首次来这里 可这一次却格外的紧张 赶紧点头 张大胖呼吸急促 整个人也都局促不安 他怎么想都想不出为何那种大人物要全程找自己 正忐忑时那小家族的组长到了青龙会大门前 小心翼翼地禀告起来 可还没等他话语说完 突然的三道长虹轰鸣间直接从青龙会的洞府内骤然飞出 当前之人正是穿着一身橙色长袍 可头顶却戴着一尊秀着青龙的帽子的白小唇 他的身上挂满了大量的防护玉佩 全身珠光宝气 身体内外似有光玉 看起来气势非凡 他的身后则是徐宝才与神算子 此刻的徐宝才也与之前不一样了 他满面红光 全身上下一样是宝光散出 富贵逼人 随着白小唇的飞出 整个青龙会都轰动了 大量的修士 侍女全部都洞府内追了出来 尤其是在门口位置的这些修士 更是在看到白小唇的顺结 身体一震 齐齐的跪拜下来 拜见魁首 拜见魁首 这声音是陆续传出 很快的就形成了如雷霆般的轰鸣 方言看去 所有人都全部跪拜 就连张大胖身边的那小家族的族长 也都哆嗦中立刻跪拜 唯独张大胖 此刻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呆呆的看着神算子 看着徐宝才 又看着 已经恢复了原本模样的白小唇 九胖 张大胖整个人完全傻眼了 大师兄 白小唇哈哈一笑 上前一把抱住张大胖 神情有得意 也有激动 张大胖更是如此 看到白小唇仿佛看到了亲人狠狠的抱住 这一幕 被一旁的那位小家族的族长看到 心底更为的颤抖 生怕张大胖记忆很于是哭散着脸 眼巴巴的望着张大胖一脸的哀求 张大胖振奋中 也就没有在意这小家族组长之前对自己的刁难 此刻笑声不断 与白小唇一起在这兴奋中 直奔动服内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